前面有几个地标,那我要怎么样新增进来了,其实就是地标1,这简单一下 那当然你可以打那个哪个地标名称,然后我只是做Tester 那要能够新增,你按新增 他可以新增到那个Database,会显示 资料新增,你可以显示在这个 里面,那这个是什么呢? 实际上,那你可以跳一个Alert也可以啦,或者是你知道 我只是把他写入到这边这个DIV,有没有,刚刚那一题不是有个DIV DIV名称叫RELAUD 就按新增之后,他最后的结果放在这里 这样也可以啦,或者你要秀在哪个地方都无所谓,那我们有个资料新增的 这个出来之后的话,按一个 这个比如地标1,然后再新增地标2好了 OK,有两个,那也是新增 第三个,OK,按新增 那新增之后的话,这边都会有一样 然后显示所有的资料,可以发现,资料里面有几笔会秀出来 并且也是一样在这个里面秀出来 那最后如果要删除的话,就把这个table 给它桌掉 这样就删除完了,那里面就空的,所以你在显示里面的东西 里面都是空的,没有东西了 那如果你在新增的话,比如说你在新增 地标4 地标5 那你再重新再 再新增,因为他桌掉了 所以table不见了,变成你要重整一下 他才有办法 再去create个新的 所以这边的话,大概流程是这样子 那也就是说,第1个 我们要怎么样把界面做出来 那这个界面非常简单 这我想各位之前应该都有做过了 第1个 先开一个什么html5的一个新的档案 那这个名称我就是 叫做01底线insert 就是我们主要是处理insert 就是可以新增资料的动作,01底线insert 然后呢,我们在第2个动作就是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页面,应该还记得吧 这个页面部分的话呢 我们只要一个 head 跟content就好了 head跟content 应该还记得怎么做吧 那第3个的话呢 就是我在上面 增加了一个按钮 当然这个顺序 上下左右顺序,你可以编打 你这个可以放在下面 或者放在哪里都没关系 上下左右 我是把它放在最上面 不过好像应该是先新增 这个好像颠倒比较好一点 OK 这没关系 那 我这边就是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按钮 那按钮怎么做还记得吧